就是說剛剛我必須 假設我們把這個刪掉 這個已經做完了 把這個刪掉 如果我假設要讓它run的話 如果在沒有按鈕之前 我可能要先run第一個 樞紐表 先run它 優標放樞紐表 執行有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再run這個樞紐圖 不過樞紐圖 可能優標一定要放 我看如果沒有放這裡面 這樣執行會不會錯 也可以啦 所以變成要run一個 run兩個 可是如果兩個要合而為一怎麼辦 兩個要合而為一 那就是在這邊 再加上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的話也許叫做 歷年切到折線圖 比如叫這個名稱 sub 歷年切到折線圖 enter 這個sub的話就是 先執行這一個 再執行這一個 那我們可以用之前教過的 你可以 它其實就是 按一個TAB鍵 先cord 這個樞紐表 再cord樞紐圖 所以拖欄一下 直接這樣 cord樞紐 改一個字 好 這樣喔 有沒有 所以這一個sub主要的用途就是 執行這兩個 所以它本來是分開的 那你以前要run 裡面要run兩次 現在如果有一個的話 就把兩個變成合在一起 這個時候我們來試試看喔 OK 所以如果run之前 可能要先把這個先刪掉 如果你沒刪掉會產生錯誤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再插入一個按鈕 這個把它剪下來 那我可以拿這個來改 這個複製這個 然後貼下來 貼到這邊來 那我習慣是拿這個貼過來的按鈕 按右鍵重新指定 就是規矩 然後指到哪裡呢 指到… 這個 為什麼有兩個 那我可能有寫兩次 我看一下 因為我之前可能有寫過 module 1也有 module 1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剛剛有寫過 ok 好 那我就把這個複製下來一個按鈕 然後重新指定叫做 例年切到折線圖好了 然後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下來就按確定 再把上面這個按鈕的 名稱重新再利用剛剛複製的文字貼上 我就不用重打了 好 那這樣我們就ok了 試一下喔 按下它 它就會扣樞紐錶 再扣樞紐圖 看一下 有沒有 有了 樞紐錶 樞紐圖 切回來 是 哪個 我也有空白 空白 喔 因為這邊有空白 那為什麼有空白 那我在想說應該是 我們在選資料的時候 有選錯 我看一下資料 目前我們的那個h到多少 Ctrl向下看一下 3569 我看一下 那我剛剛的程式是不是有 我看一下有沒有錯 3569 3535 啊 我打錯了 應該是3569 我打成什麼 3659 有沒有 所以3659 變成說呢 它會多很多空白 如果36嘛 3659 變成說底下會選到哪裡呢 這個36 應該是3569 可是我變成 3659 變成底下 到底下這邊 所以會有很多空白出現 那所以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 很簡單嘛 把這個程式改動回來就可以了 3569才對 好 那這樣就沒有空白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裡面會出現那個空白 表示應該你選到下面有多空白的地方 那改回來之後 一樣把這個刪掉一下 有沒有 然後再Run它一下 應該就OK了 這個按一下 有沒有 空白不見了 有沒有 因為沒有空白資料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其實有時候 有些錯誤都是有機可循的 這個也要閃掉嗎 還是 那個沒關係 但是我現在按著 OK喔 就是把那個樞紐表跟樞紐圖 二合而為一 這樣就OK了 那但是目前我們只有做一個 折線圖 後面的話呢 還有比例圖 有沒有 區的部分 還有路接到直條圖 所以呢 後面的話其實也是類似的方法啦 有沒有 如果要做出那個 後面的按鈕的話 那請各位回去有時間 也許可以練習看看 就是在做 這個 各區比例圖 路接到直條圖 最後把這個 因為我們如果為了要讓它重跑 不會出現那個 重複名稱 可以把它先刪掉 OK 試試看好了 今天的內容可能又會更困難 當然各位慢慢要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就是其中之後 大部分都是這種程式 OK 沒辦法 因為我們 其中之前可能會比較緩一點 就是說 還會有很多公式 比較簡單一點點 還有像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都不用寫程式 但是後面的部分 因為為了要讓它自動化 所以我們會希望在背後 可以自動完成一些動作 所以今天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按鈕給完成 歷年切到折線圖 當然目前只有完成第二個按鈕 那我們總共有幾個按鈕 總共會有 你在這個資料的第一個配區 這邊總共有五個按鈕 目前我們只有完成第二個按鈕 那後面這個按鈕 各位應該可以 大概可以猜得到吧 怎麼做吧 反正一樣嘛 先樞紐表 然後再來就是樞紐圖 對不對 那名稱 可能不要叫一樣 可能樞紐圖底線 也許 樞紐圖2好了 給它不同名稱 然後 再把兩個call在一起 那就會是個區比例圖 所以按一下 個區比例圖就出現了 然後再 一樣入階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一樣喔 就是一樣是樞紐表 一樣樞紐圖 然後把兩個call在一起 OK 那如果可能進度比較快的同學 或許啊 後面其實可以再分別把它完成 然後最後我們再多寫一個 就是把那個除了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就是刪掉 因為那些可能就是我們想要呈現的 那也可以再寫一個刪除工作表 的一個敘述 那就完成我們的一個 這個範例的五個按鈕程式 OK 可以先試試看 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做這個按鈕 那下一次吧 下一次可能把這三個按鈕把它完成 那如果你假設比較沒問題 你覺得它滿簡單的 你就把底下的通通把它完成 試試看 好